各位在今年的高端手机就是华为和苹果打擂台了 苹果15在中国发售以来 恰逢华为的Mate系列手机的发售 两个人是真刀真枪见真章了 在中国有一个苹果神教 还有一些忠实的果粉 你看在中国的媒体上都是说 iPhone15销量暴涨13倍 这个苹果又赢了 这个苹果全球销量大跌 在中国却卖疯了 网上口头支持华为 苹果15的销量增速1000倍 好家伙 这次华为还能遥遥领先吗 好啊 你看这些标题 你就觉得苹果iPhone15在中国真的是卖疯了 兄弟们 苹果手机又买爆了 最近半个月 华为的热度居高不下 5G回归 华为星闪 卫星通话 709000S芯片 各种黑科技 让大家足足喊了半个月 遥遥领先 不仅我们在抢购华为手机 连老外也开始疯抢华为 在海外电商平台上 华为Mate60 Pro的价格 已经被炒到了17000元 一时间 华为风光无限 盖过所有品牌 很多人都忽略了 最近苹果也发布了新手机 往年的9月份 苹果才是真正的主角 就算是关注苹果的人 也对今年的iPhone15系列评价不高 有人说它是挤牙膏手机 因为它性能提升有限 又缺乏创新 iPhone15发布后 甚至把去年的iPhone14炒 涨价了 可想而知 今年的苹果手机 是多不受待见 魅租前高管李楠 直言不讳地指出 今年的iPhone15 有11大缺点 从技术层面 到产品体验 再到商业层面 把苹果数落了一通 华为热度居高不下 苹果产品问题多多 所以大家得出结论 今年的iPhone15 肯定销量惨淡 但现实却给了大家 一个大大的耳光 9月15日 iPhone15预售当天 苹果官网就被挤到崩溃 这也是每年都会上演的戏码 仅在京东平台 iPhone15系列的预约量 就超过200万台 其中最贵的iPhone15 Pro Max 预约量超过100万台 到了9月22日 iPhone15正式开售 那简直就是卖风了 某团的配送数据显示 iPhone15的销量 同比iPhone14上涨13倍 销售额增速达到1000% 到底是咋回事 网上大家都在支持华为 苹果手机却又一次卖爆了 难道大家都是嘴上在支持华为 小柯认为 这件事情有可原 我们要正式差距 当下华为突破限制 麒麟9000S芯片横空出世 这确实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但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 麒麟9000S仍然是一颗7纳米芯片 距离苹果今年的3纳米 有不小的差距 另外一方面 华为虽然搞出了自己的鸿蒙系统 但在软件生态上仍有很多不足 即使兼容安卓软件 距离苹果的iOS 还是不在一个等级上 买华为支持国产很好 买苹果追求性能体验 也是个人的选择 我们不必过于苛责 总体来说 国产芯片还要努力 华为鸿蒙也要继续加油 我们都期待 华为在硬实力上 超越苹果的那一天 这个苹果神教呢 基本上这都缺乏一点这个常识 我给大伙早就做过普及 说美团的手机 苹果销量暴涨13倍 是因为去年的时候 美团没有参与 苹果手机的销售 你知道吧 去年销售基本上是零 今年暴涨13倍啊 苹果神教 那他们的这种这个预言怎么样了呢 实际上呢 他们苹果神教 哪次呢 基本上都被打脸吧 因为什么呀 因为根据最新的消息 10月16号的时候 这个彭博社分析师研究表明 苹果最新款的iPhone15系列手机 在中国的销售情况 似乎并不理想 这个在中国的首发销量 较前代下降了4.5% 那位说 这不是也不多吗 不能称作是暴跌呀 因为才4.5% 你别忘了啊 苹果每一代在中国的销量 都是台阶式的跨越 你加上这个 这个应该上涨的部分和下跌的部分 几乎等于应该有百分之十几 百分之二十了 这个销量的这个差距 可以称为是暴跌 你知道吗 所以分析师都认为呢 说这个呢 是受华为的影响啊 这对苹果公司并不是好兆头啊 他在盘前的交易中 股价又下跌了1.5% 其实呢 这个数据并不意外 华强美的消息人士早就表示 iPhone15系列手机的市场需求状况并不理想 目前呢 仍有大量的库存 几乎没有人什么人抢购 根据多个第三方渠道的报价 iPhone15和iPhone15 Plus的价格 已经跌破了首发价 此外呢 苹果还面临着华为旗舰手机回归的压力 华为的Mate60系列手机销量不断的攀升 同时呢 华为已经上调了明年的智能手机出货量的目标 接近华为的消息人士透露呢 华为在2024年的智能手机出货量的目标定为6000万台到7000万台 相比2022年的3000万台有着大幅的增长 除了中国市场以外呢 苹果15在美国市场的销售情况也不容乐观 根据第三轮专项的年度调查 由于很多苹果客户继续使用旧款手机而不升级到新款的iPhone15 预计明年iPhone的销量将停滞不前 尽管iPhone的销量有所下滑 但收入呢 仍有可能增加 因为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价格比较高的Pro Max机型 其起售价高达1199美元 就说华为销量呢 已经基本上重回中国销量榜的第一了 根据这个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报告啊 说Apple 15系列在中国2023年的总销量 只有1000万台左右 比Apple 14系列同期少了22% 约合290万台 Counterpoint认为呢 华为今年只有Mate60 Pro一款手机就能卖出500到600万部 Jerry证券分析师Edison在今天发布的这个报告中指出 由于华为的新款手机意外登场 它已经在市场上超过了苹果 夺到了第一的位置 iPhone15相比前一代机型销量下滑更加严重 可能会达到两位数的百分比 你看这个跟我刚才给大家的估算差不多吧 对吧 著名的分析师郭明奇表示 华为今年的首级发货量可能达到4000万台 明年有望增长到6000到7000万台 虽然和高峰时期的每年两亿台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也足以让苹果在高端市场上不再独占熬头了 所以库克今年的KPI没完成啊 因为他在苹果的这个工资呢 百分之八九十都换成了苹果的股票 他的KPI没完成 今年给的股票可能会大幅的下跌 所以库克急了 库克急了 急了以后呢 赶快跑到了中国 现在他就在中国啊 在说你好成都 我用iPhone15 Pro Max 拍下了这张历史悠久的安顺狼桥的绝美照片 他跑到成都太古里的旗舰店啊 那干嘛去了 给苹果中国公司开会啊 这要这个打气啊 这关系到今年的薪酬问题啊 急了 库克急了啊 急也没用啊 问题是 今年的关键是华为推出的这个高端手机 太给力了啊 独创了卫星通话之类的这种这个功能 独步全球遥遥领先 而且呢 华为可以说是挺起了中国科技的脊梁 让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制裁 可以说是付诸东流 所以呢 华为其实是凝聚着中国的大部分的 绝大部分的 这个网友的爱国的情节在里面 所以很多拿苹果手机的小伙伴都买了一个华为手机壳贴上去哎呀我买不着Mate60的话我贴个手机壳吧啊别让别人笑话我所以呢你看这个消费的这个风潮和流行在变啊 所以苹果在中国要想重回昔日的销量年峰没了美国制裁卡脖子恐怕他打不过华为啊我们拭目以待您是怎么认为的呢各位点个订阅下期再聊 我们下期再见